冬天发货的这个视频啊 之前发的那只狭狮虫啊 发货太着急了 没怎么录啊 今天仔细的给大家说一下 今天是 调了一个温度好的天气 这是往南方发的 我是山洞的 现在的温度往南方发 还是可以的 先准备一个泡泡箱嘛 底下放一个这个加热包就可以了 然后你这个加热包记得 记得要抖一抖它才会发热 现在已经很烫了 这叫放了有个半小时了吧 你去上面给它垫一些这个泡沫了 或者是这种垫的东西了 就可以放虫子了 注意你别把这个加热包 跟这个虫子放在一起啊 这是送送的那个白条的幼虫 一块给它放上 这是今天的主角了 就是这一只 时间长了变黑的都 哎呀好臭啊 臭死了 他他正好在喷尿 臭的 在里面养的有点湿了 颜色都变暗了 灯光照一下会亮一些 这一只是一只59多一点的一只 59到60的一只叫 这叫GGA吗 还是什么 红色偏多 应该就是叫GGA吧 我搞不太清楚了 不过这一只能确定是一只CBF1的虫啊 不CBF CBF几来的 它的霸是野虫 这是CBF1的一只个体 但是这只比较小啊 不过用来繁殖的话还是可以的 准备这么一个盒子 发虫的话还是非常合适的 你要在两边的都给它打几个孔 现在像这种这种虫子啊 我提前已经给它喂了一两天了 它被吃饱了都 所以说你你在路上就没有必要再去给它喂东西了 像很多人喜欢在在发快递的时候 就喜欢给它喂点东西 你如果不是那种什么毛巷了之类 大型虫一般是不建议在在那个快递箱里喂东西的 特别是夏天啊 因为这个水果啊非常容易发酵会变臭的 会把它的那个气体啊污染掉 就会把它憋死 这样憋死就惨了 嗯也有办法解决就是多打几个孔吧 多打几个孔就可以 但是你你注意打的位置 你不要打在它脚正好能巴到的地方 像这一个像这一个有可能会巴到 不过像这只个体的话应该没事 因为有些虫子它比较活跃吧 它会去把那个腹节插进去插进去 它自己拔不出来 一不小心就给断里边了 再塞一张 给它塞的满满的 它不会晃悠 你就可以了 好喽 给它塞进去 然后粘一下 发货都得粘一下 不然跑了 这只小的还没什么事 大大虫的话不行 还有就是像那种扁敲之类的 也容易越狱越狱越狱 就是直接跑掉 看一下气孔没堵着就行了 这里有一个 这里有两个 可以 把它放进去 再塞点泡沫 垫一下 然后再压一下就可以了 盖起来 好紧啊 有点顶了 其实不过压一下就行 没事 胶带 压着它站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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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它粘下来就行 就是很简单 主要是有一点 你放加热包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 给它弄热了 还有就是 你如果是往南方发 可以不打孔 或者是打一个小孔 但是你往北方 就是更冷的地方发的话 我建议就是 建议打一个孔 不要太大 因为太大的话 它的温度就顶不过来了 因为加热包的话 加热包的热量 其实没有那么高 像那些零度以下地区的 那些地方 你加热包的话 其实作用就不是很大 特别是零下五度 像零下五度的话 有可能直接就没有用了 在侧面打一个小洞吧 其实我感觉没有必要打 因为现在南方发深圳吧 深圳的温度 现在好像还是二十多度吧 打一个小一点的孔啊 上一次我直接没打 也没事 说是到了还是没什么问题 这点小孔好像没有用啊 太小了 找个笔给它捅一捅 这样就ok了 只要有氧气进去就行了 因为它这个加热包 本身就是消耗氧气来发热的 就好 樹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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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樹枝 看一下地址 其实还是没什么 没什么复杂的点的 主要是让加热包发热就可以了 不像冬天那么麻烦 一般来说 冬天发货用加热包的话 会比这个夏天发货会安全一些 因为夏天的那个温度的话 你用冰袋的话 其实它的那个效果 效果其实是很差的 你如果放温度太高的话 你不论放几个加热包 你都没有放那个冷袋都没有用 你容易放多了冷袋的话 你容易把虫子给冻死 但是夏冬天的话就没事 冬天的话只要是温度是在零 零下五度以上的话 你发货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危险的 只要这个虫子不是那种 非常状态很差的话 提前喂好了 直接装在盒子里发货就可以了 很简单还是 行吧 今天这一期视频就录到这里啊 今天的晚上应该能把它发出来 好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另外说一下 忘了忘了送一个送一个奖品呀 在这个视频下边抽一个奖吧 不知道有没有人能看到这里啊 抽三只的那个白条的L3 L3的幼虫吧 如果想要的话呢 就在这个评论里发一个我想要白条六重的评论 然后我会在两天以后吧 两天以后随机抽一个送给送给那个那个发评论的人啊 我就直接不在标题里说了 如果没有人知道的话 那中奖几率还是很大的 但是这个 这个加热包的钱还是要自己付的啊 好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